古的生命是它的声音 它的声音不好的话 你在外表再怎么眩的话 只是虚有趣不要 一个原本连磨刀都不会的门外汉 如何成为台湾制古工艺的代表 它愿意去做新的尝试 传统工艺其实有很多的发展 我想接受挑战 感恩故事集 古生响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